而美军将集成约80艘的共舰 战争可能在2024到2027年的任何时刻发生 依照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殊委员会兵推的结果 假使大陆攻台 在长达一个月的战争中 虽然解放军损失惨重 依旧能够登陆台湾 在美国出兵护台的情况下 美军将集成80艘共舰 但也将有8万名共军登陆 战争可能在2024至2027年的任何时刻发生 特别委员会主席也是威斯康辛州议员 要求美国在发生危机前全面武装台湾 而大陆解放军海军在成立74周年前戏 公布的主题宣传片交楼行动 以进入片6分钟的叙述方式 结尾让人联想到模拟登岛作战 似乎意在振折台独与境外势力 首度在媒体亮相的大陆第8艘055型 宽盾大型驱逐舰 咸阳舰成为焦点 满载排水量在12000至13000吨 使用最新型的象征链雷达 侦查范围达到450公里 未来整个055大驱舰队将有16艘 每艘有116个垂直发射筒 可以发射应急21飞弹 目前还没有国家有能力拦截 而在朝鲜半岛上空进行的 美航空军编队训练中 美军罕见地投入了三架空中加油机 分析认为这是为了应对大陆攻台 而进行的远距离作战 在日本方面防卫大臣发布 要拦截北韩卫星后 自卫队已经着手在冲绳部署 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 记者综合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